大家好,今天偶然间发现我这一盆石湖兰 它的叶子全部被虫害啃食 大家看这些叶子全部被这些虫给啃食了 啃食的非常严重 很多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虫害导致的呢 大家看,这底下有一个蜗牛 现在正在啃食这个石湖兰的叶片 还有刚刚在盆土里面发现的这种鼻涕虫 这些虫的话呢,它会偷偷的啃食这个石湖兰的叶片 我们用一般的这个沙虫药啊,根本就无法防治 可能我们白天发现的时候呢,直接把它摘掉,扔掉就可以了 它很多时候都会在晚上冒出来 然后啃食植株的叶片 所以呢,防非常关键 但是一般的沙虫药对它没有什么效果 怎么办呢,应该用什么药才能够有效防治 像蜗牛啊,鼻涕虫这一类的虫害呢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四聚蚁拳 这个四聚蚁拳呢,它是专门针对 蜗牛、鼻涕虫这一类的虫害 它对这些虫害啊,可以起到很好的毒沙和触沙的作用 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简单 像这样大的盆的话呢 我们大概给它用1到2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这里是有一个小凉杯的 我们呢,放一点进去 然后呢,沿着盆边给它撒进去 或者是埋进去就可以了 像蜗牛、鼻涕虫这一类的虫害啊 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治 因为呢,它们不仅会啃食食湖蓝的叶片 而且还很容易滋生病菌 导致这个病菌的感染 对于食湖蓝后期月下也是非常不利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